美利坚 林志坚 到底哪一个是我们认识的新竹市市长 之前还说要去美国 我们都从美国回来的人 那你要去美国 林志坚把新竹当跳板 非常可惜 市政 我必须说 市政需要破话和愿景 还有你的良心 对政治人物来说 诚信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桃园市民 不需要这样的政治骗子出轨男 来当我们的桃园市长 请绞跑市长林志坚 说清楚 你是新竹坚 桃园坚 还是美利坚 不要再当家族桃 新竹 桃园 美利坚 市民携寻林志坚 从去年二月开始 林志坚市长 他还是一个新竹市的大家长 他可以不顾市政 跑到桃园说 我如果不是在桃园 我就是在前往桃园的路上 这种话出自一个新竹市的大家长 怎么会对得起新竹市民呢 当时候 马上被郑文燦市长打脸 说林志坚不在桃园的政治版图里面 到底郑文燦跟林志坚 什么条件还没有谈妥 我们不知道 第二阶段 马上被郑文燦市长打脸之后 又回到大新竹来推动大新竹的合并案 在当大家质疑国土规划 都市计划 整个区域发展规划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林志坚 因人涉事 跟柯建民 总召两个人推动大新竹合并案 冲促成案 结果呢 所有的朝野政党都不买当 连党内都看不下去 我们那时候看到 这个冲促修法的时候 林志坚市长说什么 他说既然提了合并案 就应该留下来 任其做好做满 全力辅选 还强调他对新竹的热情跟不舍 桃园的世事 本来无一事 何处惹尘埃 一人卡两室 落跑市长 我们看到 5月26号压线无望之后 马上见风转舵 对外表示求来就接 他不排斥 还表示到桃园 到任何县市选举 不是他所能规划的 一点肩膀承担都没有 我们看到这三个阶段 三步骤 三十出巨马 整整一年半 林治监事长都在找工作 全党为他开绿灯 为什么 因为他有非常鲜明的小英男孩 标章 所有的民进党的人都要处处 护着他 如果你对桃园 对新竹的发展 毫不用心 完全没有心思 就请你赶快举家 到美国去休息吧 不要再耽误 这两个城市 整体的发展 那林治监生其实 在市长七年半 我们发现 在新竹市 他的说的比做的要多 新竹市 想要成为这个 世界级的科技走都 前提只有一个 基础建设要完备 讲多了其实没有用 什么叫基础建设呢 当你行人 走在马路上的时候 有没有人行到呀 如果你是坐轮椅的朋友 你在新竹市区 闹区走 你是方不方便了 更不用说 你说要走科技城 你到现在的一个 无机 电动车 无人自驾 交通号制连锁都没有 你不是要推动大新竹吗 你应该把市长做完 然后把你的 该做的承诺 尽可能做到 然后入阁 我再讲一次 你就入阁当内登部长 推动大新竹 四年之后再过来选 不才是加话一段吗 那为什么现在看到 有其他机会就跑掉了呢 之前还说要去美国 我们都从美国回来的人 那你要去美国 林志坚的照片 每一张都很亮丽 可是林志坚 不应该活在云段里面 他应该实际走到 新竹市的道路上 跟我们这样一样 新竹 桃园 美利坚 市民 携询 林志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